大家好 我是菲菲老師 現在由我來為你們示範 和風蘋果咖哩湯麵 我們利用菲利普愛麵機來製作 中式菠菜雞蛋麵條所需要的材料有 高筋麵粉一杯 菠菜汁一杯 雞蛋一顆 鹽少許 其他的食材有 蘋果 馬鈴薯 洋蔥 紅蘿蔔 蘋果 豬肉 蔬菜高湯 咖哩塊 沙拉油 奶油 鹽及黑胡椒 我們利用菲利普愛麵機所附的麵粉杯 把高筋麵粉加入 然後再利用切面器 把上面的多餘的麵粉給瓜皮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新鮮的雞蛋 加入到菠菜汁裡面 然後倒一點鹽 然後攪拌均勻 這個就是菠菜雞蛋機 我們使用菲利普愛麵機 搭配它所附的寬圓模頭 來製作中式菠菜雞蛋麵 首先我們把一杯麵粉的量 倒入到機器裡面 然後把蓋子蓋上 然後啟動電源 然後我們設定我們是一杯麵粉 啟動讓它自動出麵 然後我們在前兩分鐘的時候 在機器預轉的時候 我們把這一個菠菜雞蛋汁把它加入 好我們看到現在這個非常漂亮的菠菜雞蛋麵 它已經從我們的粗鹽模頭裡面冒出來了 然後我們再利用這個愛麵劑它所附的切麵器 我們可以很輕易的將麵條可以切斷 我們利用菲利普愛麵機 在短短10分鐘內就可以做出顏色這麼漂亮 健康又美味的中式菠菜雞蛋麵 我們現在要來煮麵 把麵條放入的時候 確定它整個水都是沸騰的狀況 然後在煮麵的同時 我們要一直不斷的來攪拌我們的麵條 讓它們不會糾結在一起 我們讓麵條煮到8分熟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來把麵條撈起來 然後我們拌入一點沙拉油 一樣這個讓麵條它不會糾結在一起 我們等熱鍋完成了之後 我們要加入奶油塊 然後接下來要加入我們的洋蔥 我們炒到洋蔥稍微有點上色 其他的香氣都出來了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來放入豬肉塊 我們只要把豬肉它煎到差不多半熟就可以了 然後加入紅蘿蔔塊 接下來是馬鈴薯塊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放入蘋果 我們要把高湯給放入 再來我們要放入咖哩塊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讓它慢慢的燉煮一段時間 經過15分鐘的熬煮 它的顏色非常的漂亮 而且整個散發出那個蘋果的香氣 我們加一點鹽 再加一點胡椒 那我們的和風蘋果咖哩湯就完成了 這是我們剛才所製作的中式泊菜雞蛋麵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和風蘋果咖哩湯把它咬入到這個麵丸裡面 創新為你菲利普 創新為你菲利普